颈向酸痛、头痛、肩膀痛、背痛、风湿、失眠等等 都是一般从事人的痛病 通常,这些今年累月无法断根的苦楚 并非属于大病 所以一般人都会特地去找专科医生来 水质疗法是利用水质垂腺中含有的抗血凝固质来做治疗 阻止高血压、高血脂、中风等等 比起之前的两个疗法 水质疗法比较不同的地方 就是利用活生生的卵性动物 任由它贴在皮肤上吸血 我感觉到好像有泪咬我了 之后我感觉到很疼地 不会痛啊,没感觉啊 没感觉 你去哪里扯啊,你去哪里 这家是扯的,有小小质疵的 水质对中医来说是一种能够治疗高风险病症的药物 除了晒干磨成粉末来配药之外 活生生的水质,它们口中的分泌物也是致病的良方 水质的口中的分泌物究竟又是什么东西? 水质也会流口水,究竟又是怎么回事? 下一期继续锁定档案期 水质除了可以晒干磨成粉末来配药之外 活生生的水质,它们口中的分泌物也是致病的良方 以水质为病人脱离苦海的余师傅对水质的习性撩如指掌 因为这对帮助病人是关键所在 黑嘴的牙齒有105分之,但是黑的牙齒很幼幼細細細,很離開 在幾秒鐘裡面,在幾秒鐘裡面可以咬到,咬到一個龍蟻 不是選擇這樣出來的,而是我們故意用它來吸,因為水質有這樣子的,有這樣子的吸管 有這樣子的,很喜歡吸人,動物的血 那麼它之所以,它一吸過了以後,因為它水質裡面有一種成分 它是專門對抗那個血液凝結的那個成分,所以吸過了那個地方 它那個血液一直流了,它都不會凝結 除非它那個成分,慢慢給那個血液流流流流的差不多了,乾淨了 再出來的血液,它就會自然會凝結 不是所有的水質都有藥用療效,我們常見的山製只是一種吸血蟲 並不能作為治療的用途 通常,醫師使用的大多數是寬體精線製、茶色製,以及日本裔製 我們在拆的時候,慢慢拆出來,不可以拆開 不可以一下子拆開,如果一下子拆開,會很大洞 最低效果,不要再試坐 但是我沒有失去你的聲音,你看看我 比較像 vez我,看到有虛像一種 上帝 天上帝